最近段时间,林兴如可谓是被众人推向了舆论的浪尖,由最开始的强吻事件升级到了扎扎为小人,在由此事件升级到八杀慈善也没有捐款,一时间林兴如可谓是民心向背,为此网友纷纷指责,林兴如人品格在。 然而在这段时间里,身为林兴如丈夫的霍建华,却也没有少年代被黑,霍建华之所以被黑,是因为他互妻心切。 之前霍建华和林兴如现身机场,霍建华为了保护林兴如怒指记者,被网友吐槽休养何在,之后林兴如在与周杰的强吻事件中,霍建华再次挺身而出,表示有什么事冲我来,再次被网友怒怼,一路破色。 还有就是八杀慈善业上,霍建华为了稀释宁人,补捐了60万元善款,被网友怒怼,马后炮,捐了也没用。 其实霍建华身为林兴如的丈夫,她这样的做法很不对,并且通过这些事可以看出,霍建华是个有担当的好丈夫。 大家之所以对霍建华各种亏,可能就是因为她是林兴如的丈夫,其实霍建华也是够倒霉的,自从与林兴如结婚以来,就被各种黑料缠身,并且都是林兴如方面给她带的黑料。 假如单方面看霍建华,她的人品还是值得称赞的,霍建华被黑后,霍民们表示,林兴如是林兴如,霍建华是霍建华,请不要混为一谈。 并且霍民们还扒出了近些年来霍建华做的公益活动,以及很多大额捐款名系,霍建华为人低调,做的这些慈善从来不对外宣扬,可见其人品值得称赞。 除此之外,霍建华和胡哥也是好朋友,老胡人品怎么样,想必大家都清楚,能和老胡成为好哥们,霍建华人品肯定不会太差。 并且之前胡哥接受采访时谈提到霍建华,胡哥表示,华哥在我心里是个言而有信的人,胡哥这四个字足以证明霍建华的人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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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